游戏玩不好,喜欢凑热呢? 大家好,我是柏林冰糖葫芦 有小伙伴点菜,想看曹操、贾许、寻忧的阵容 听说PK8194伏的轩辕剑林奥 用这对把寻忧打出了十二奇策的专属称号 因而以他的名字命名,林奥公 喜欢黑科技阵容的小伙伴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华宝第一时间在先锋服用骑冰冰种体验了一把 以下是40级的对战情况 带上公宝就能随环境切换攻击冰种 毕竟骑冰营的科技含金量要比攻冰营还是稍差一些的 一起来看战法搭配 这个队伍一定要出来的早 因为用的都是核心战法 在其前期同低级对战时 好战法支撑升级快 等级就容易压制对方 加点曹操拳统 假许玄优全智 低配战法替换 军民可以换御敌 尾书也可以用焚姿或火斥代替 玩过这个阵容的对他都有一个统一的评价 非常的能乃 可以说这就是魏国版的肉弓啊 战法配置很像吴国的两种肉弓啊 把城谱换成曹操 带军民草船 陆训换成巡忧 带夺魂瓜谷 太史词和SP周瑜 换成贾许 带自己专属的尾书或是试别 再加个同样式治疗加伤害的背蛇就很明显了 配的战法代表基础下线 不同的武将代表上线变得不同 防御的阵受控改成了进攻的混乱控 曹操征伤后伤害更高升级更快 曹老板主将也更肉 城谱自己解控换成了贾许全队解控 寻有辅助让战法发动率更高 总结起来就是比肉弓更肉 比吴国更偏进攻 既然和肉弓相似 那克制关系也差不多 打顿烈士还因为都是主动战法 打诸葛的鼠弓烈士 不过有甲曲的混乱控制 逆袭可能性也有 玩逆了吴国的肉弓 有条件不妨试试这个魏国版的肉弓吧 喜欢记得一键三连咯 我们下期见